姐妹们 我妈最近老念的想吃姜香饼了 咱今天就和点面啊 做个姜香农宇 外宿里面的姜香饼吃 面从中间分一下 一般用烫水烫面 一般用凉水 这样咱烙出来的饼继续凉了它也不应 行了 让它醒发一会儿 咱熬个酱去 多放点姜和蒜 这样熬出来香 再切点洋葱饼 洋葱切得叶碎也好 这个是真辣眼睛啊 放到一个碗里 放点豆瓣酱 1比1 再来点甜面酱 少来点蚝油 再各勺白糖 少来点鸡粉 把它都搅和匀 咱就不能再放盐了啊 再放盐就咸了 酱香饼熬酱可是关键 咱熬酱去做 锅里来点油 油热了 把酱放进去 熬酱得小火慢慢熬 可不能心急 夸着点紫 别糊了锅 熬了大概十分钟 油水分离了 咱捞出来啊 咱这个熬的真是可太香了 可以多熬一点 平时再加半个面条 加个馒头 都贼香 咱开始烙饼啊 面形好了 稍微揉一下 朋友 我最近正多么给黑夜换了个屏幕大的品牌点头 大家这个油热太小了 黑夜学习不方便 但是港面没多少时间 假如放可洗掉的 正多么这事的 你可以把它放到转转APP上回收呀 卖这些闲置的数码产品 一定要找个靠谱的平台 我是转转老客户了 他家不仅能收手机 电脑平板都能收 我几次下来 体验真的很不错 就能点外卖一样 下个单 就会有人来收了 关键是价格还很公道 打钱又快又干脆 总之你听我的 处理这些闲置的数码产品 去转转APP就对了 那我赶紧去挂上去 擀一下 涂上一层油 放点13香 再来点面粉 都把它涂均匀了 中间来一刀 卷起来 把这口攒住它 就朝下 摁一个大小饼 再改成一个薄薄的大饼 行了 改好了 咱开始上锅烙 油稍微放大一点 这样煎出来更酥脆 面上再刷上一层油 锁住水分 两面都煎得金黄了 再烧上酱 好酥脆啊 来点白芝麻 再搁一大把小葱花 看 咱将香饼烙好了 可酥脆了 闻着都香 酥的都脚渣 我觉得比外边卖的还好吃 赶紧让我妈尝尝去 她肯定特爱吃 妈 将香饼坐好了 赶紧尝一尝 妈 适应相吃的味道吧 就是这种又酥又脆的这种感觉 好酥脆的这种感觉 但是这种感觉